有些人搞不清楚的 就每天就在那邊道歉 有什麼歉好道 還代表政府在那邊道歉 該道歉的不道歉 不該道歉的猛道歉 一共補少多少人 800多人 所以說死傷上萬 數萬 自己都搞不清楚這段歷史 還跑去道歉 民進黨搞台獨的人 就是不斷在操弄二二八事變 可是他們扭曲到二二八事變的真相 他要看二二八事變是什麼 他說這是因為國民在台灣 殘害台灣老百姓 不受這個老百姓 台灣老百姓接受 老百姓的一個反抗 正義的反抗事變 把台灣刮收得一乾二淨 台灣的物資都被日本人刮光了 剩下只剩下日本人發了幾張 廢紙一般的債券 歷史要弄清楚 就不會讓台獨分子在裡面 不斷地做文章 這些部分都很重要 如果不講清楚的話 有些人搞不清楚的 就每天就在那邊道歉 有什麼歉好道 還代表政府在那邊道歉 該道歉的不道歉 不該道歉的猛道歉 還有人說 沒錯我們二二八事變死了一兩萬人 你去看 這都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楚 我告訴你二二八事變 李登輝他們開始開始清算的時候 設立一個二二八事變 什麼處理委員會吧 然後補償條例 幹嘛 二二八事變你受到政府傷害的 或者你喪失聲明的 你反正是你叔叔伯伯 你都可以過來替他申冤 然後政府賠償你 六百多萬台幣吧 不是一個小數目 你只要找到人事地務事 你就來申請補償 一共補償多少人 八百多人 誰說死了死傷上萬 數萬 國民黨的大員都自己這樣講 自己都搞不清楚這段歷史 還跑去道歉 然後這裡面 八百多人的家屬 這個二二八事變來申請二二八事變 這個賠償的 由政府公權力賠償 有一些是什麼 所以就台灣叫外省人 外省人 死的跟這個八百多人裡面 可能差不多 就外省人也有十幾個case 他家人說 我的阿姨 或者我的媽媽 我的爸爸 二二八事變的時候 怎麼講 走在路上就必須先報名 拿五十刀一刀給他砍了 先問他說 你會不會講台語 不會不會 會講台語說 你會不會講日本話 不會 流氓一刀就把你砍了 街上就這樣殺人 對不對 衝進官署 就把這個放火 燒死在裡面 那這些也有十幾個 跑去他的家屬去申請 結果他的家屬 那個二八說 這個不行啊 這不符合我們規定 什麼叫不符合規定 他說 因為我們這個規定說 因為是公權力 行使公權力 所造成的傷害 我才賠 你這個不是公權力的 你是什麼 你是好被報名殺的 所以我們不賠 我上次碰到一個前二八事變 這個委員會的那個主委 他人非常好 他其實他自己父親是二八事變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失蹤的 就是 喪失了生命的一個 他的後代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 我說這個解釋有問題 我說 這些人雖然不是因為公權力行使 造成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可是呢 他是因為公權力 沒有行使 不作為造成他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個國家照樣要賠 他說對對 我們現在就是這種方式 我們現在就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一群朋友在台灣 他們就是非常驟重這個二八事變 他覺得民進黨高台獨的人 就是不斷在操弄二八事變 可是他們扭曲了二八事變的真相 可是他說他們當時到大陸去 這個 去這個 去開這個相關的研討會的時候 當場跟大陸的學者就衝突了 怎麼會這樣 大陸怎麼會看二八事變 大陸看二八事變是什麼 他說 這是因為國民在台灣 這個 這個 殘害台灣老百姓 他的不受 不受這個老百姓 台灣老百姓接受 老百姓的一個什麼 一個反抗 正義的反抗事變 因為為了要什麼 要反抗國民黨政權的這種 對台灣人民的壓迫 哇 這樣一講的話 那不是正好 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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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獨 就是說 你們這大陸政權到台灣 就只會欺負台灣人 所以我們要反抗 其實現在最近 像這個 許介玲老師 台大政治學 他們都來出來講 台大 這個二八事變 他說 二八事變 那個時候發生的情況是什麼 台灣 經濟破產 因為日本在離開台灣的時候 發行了好幾次什麼 公債 債券 把台灣刮收的 一乾二淨 剩下來只剩下台灣人手裡 台灣的物資都被日本人刮光了 剩下只剩下 日本人發了幾張 廢紙一般的債券 日本人一投降以後 這些債券都沒有 他也不負責了 他也不負責賠上 所以台灣被日本人搞得 經濟破產 所以台灣光復接收的台灣 事實上 不是所謂日本在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哎呀 好像是亞洲的 最先進的地方一樣 不是 日本人走之前 把台灣已經刮收 刮收的殆盡 物資都刮光了 什麼都沒有 1928年 經濟破產 所以國民政府來了 接收的經濟破產 然後呢 又有很多海外的 被日本人爭去海外打仗的 日本兵 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以後 失業的問題 然後經濟破產的問題 所以是一個經濟 然後再有 這一些 日本黃民為主 在後面的煽動 煽出了一個二二八事變 這不是什麼 不是像大陸那種講法 什麼是國民黨政府在這邊 什麼倒行逆施啊 什麼 不是這回事 歷史要弄清楚 就不會讓台獨分子 在那邊不斷的這樣子 在這邊 在這邊不斷的做文章 那沒有錯 像李小峰他們這些獨派的歷史學者 一開始就寫 二二八事變消失了台灣精英 沒有錯 二二八事變發生以後 當時的國民政府在台灣 保密局也好 陳毅也好 他們叫所謂 密裁了一批 二二八事變的領導人 他沒有經過正當的逮捕 受這個審訊的程序 他就被處決了 那這些有一批 沒有很多 可是這一批人 你怎麼看 我認為這就是二二八事變的時候 國民政府在處理二二八事變裡面 比較大的問題在這一點 也是 也就是說 這是整個問題 可是問題就變成 像李敖他就講過一件事情 他說 二二八事變我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 是先報後證 還是先證後報 就是說你社會有暴動 進行一個無序狀態的時候 你的流氓拿著武士刀 在街頭上不分青紅皂白 可以把人就一刀砍死的時候 你政府 是不是要來鎮壓 要用非常手段來鎮壓 還是因為你政府在軍隊在路上 為非作膽 軍警在魚肉百姓 然後老百姓起來抗暴 是這樣的情況 是先報後證 還是先證後報 大家都很清楚是先報後證 台灣整個失序了 政府來維持秩序 才產生了這些 一些 人民喪失的事 因為無辜百姓被殺 對不對 很多無辜百姓被殺 當時被殺的主要是外省人 就是從大陸來的這一批 有多少人呢 有的說上千 有的說數百 這個數目字都沒有一直查清楚 這些檔案 也不是很清楚 也沒有拿出來 可是這些被秘裁的人 我聽一個學者講 他說 這個如果以當時的交戰團體的法 當時台灣是適入一個動亂的狀態 政府跟這個叛民啊 叛軍之間 等於是在交戰狀態 它是適行不是一般的法律 這也是一個說法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論述啦 那可是要把它釐清 而不是稀哩呼嚕的 就帶過 像國民眾說 不談 不談越來越問題 不談就表示你心虛 你沒有搞清楚 給台獨分子就一直專控制 一直專控制 就講國民黨就是怎麼樣 中國的政府就是什麼 殘忍 落後 殘暴 然後呢 欺負台灣人民 沒有把台灣人當同胞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起來怎麼樣 推翻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就從這裡開始啊 你不講清楚啊 就從這裡開始 歷史是不是那樣子的 如今天 這些獨派的這些歷史學者 講的呀 完全不是如此 可是另外一套 正正正正正當當的說法 有沒有 沒有力量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呢 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呢 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呢 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那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